大家好,欢迎来到森博士的频道 在2016年,很多实体店受到网店的影响 纷纷倒闭的时候 有一个品牌却在全球新增了164个门店 还首次实现营业额突破100亿欧元 在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 大多数同类的产品也是经营惨淡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品牌 却实现了全球销售额144亿欧元 净利润达到了5.5亿欧元 目前全球有1300多家分店 这个就是迪卡农 英文是迪卡斯隆 被誉为体育界的一家 在开始之前 喜欢我的节目请点赞和订阅 你的订阅是对我做节目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迪卡农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扣门 靠便宜来打透了大众的市场 首先在大家的印象里 法国可谓是全球奢侈品的故乡 我们比较熟悉的爱马仕 路易维登 香奈儿等奢侈品牌 大家提到了法国的品牌 印象里就是感觉很贵 但是迪卡农的成功 他就是走了廉价的路线 在1976年 迪卡农第一家商场开业 第一天的营业额就非常火爆 达到了1万法郎 靠的就是价格的足够便宜 低价也是他取胜的关键法宝 但是只有低价 还是没有办法比淘宝拼多多 有更大的优势 实现业绩稳步增荡的另一个法宝 就是靠扣门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很少看到迪卡农的宣传广告 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为他们代言 包装也是十分的简单 顾客在买鞋子的时候 甚至没有鞋盒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大的节约成本 让利给消费者 同时为了实现低价和保持高质量的产品 迪卡农也是很早就实现了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 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迪卡农有自己的采购公司 还成立了制造公司 可以自己设计和生产自己的产品 现在大家在迪卡农可以看到 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水上品牌 Treeboard 3D运动用品系列 Qtra 团队运用系列 Kipster等等 今天我们去迪卡农商场购物的时候 超96%的商品都是自由品牌 所以迪卡农也是市场少有的 从设计产品研发 生产加工 物流配送到零售终端全产业链体系 而这种全产业链的模式 和今天的一家非常相似 有了完整的产业链 就减少了中间商赚的差价 有效进行了成本控制 确保商品低价销售 还可以保证产品研发主动权及品质的把控 同时迪卡农也非常重视 线上和线下的销售 早在2010年就已经开设了天猫旗舰店 而且线上和线下的价钱是同款和同样的价钱 在用户体验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在店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让消费者自由的和尽情的在店内试玩 所有的运动商品 在商场里也能看到产品的多元化 比如爬山攀岩马术单车网球 露营滑雪瑜伽以及其他健身用品都包括在内 最近在实体店购物的时候客人也不需要再排队付款 而只需要下载手机的应用程序 就可以用信用卡自动结账 也可以在网上下单 之后一小时就可以到网店拿货 迪卡农的成功 正如他的运营组件Sophie O'Khali所说 迪卡农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所有人参与运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请大家点赞和订阅 谢谢你的支持